5月11日,由12名有新冠肺炎防控与救治实战经验专家组成的中国湖南赴津巴布委抗疫医疗专家组,从长沙启程赴津巴布委开展疫情防控援助工作。 专家组在未来两周内将按照中国驻津巴布委大使馆的统一安排,开展调研、座谈、培训等各项活动,并提出专业防治建议, 为华侨华人提供信息、稳定情绪,指导开展防护并传递信心,与中国驻津巴布委医疗队深度融合,并将其培训成为一支不撤走的指导组。 专家组组长中南大学乡亚医院呼吸与危重政科教授胡成平介绍,目前津巴布委已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并不多,且大部分为境外输入病例,防控是此次援助的重要工作环节。 胡成平说,专家组还将对津巴布委的新冠肺炎检测能力进行调研,看是否需要提供支持。 此外,根据津巴布委以确诊病例身份信息分析,社区防控也是关注重点,因此专家组成员专业涵盖十分广。 我们还有两位来自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那么从疾病控制到临床整治,以及到检测到护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一团队,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 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的综合实力应该是比较强。 据悉,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刻,津巴布委等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了不少宝贵支持。 此次,随专家组一同抵达津巴布委的还有捐赠的医疗物资,包括呼吸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红外线人体温度筛选仪、口罩、防护服、医用护目镜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